科學生之第四節 我們這一節我們可以探討另外一個問題 你發覺年紀越大你學習越慢? 我二十多歲開始已經發覺是這樣的 很遺憾 我不是 我從頭到尾學習都慢的 你沒有變都是好事 但我真的感覺到自己集中力差了 看到一些新知識的時候 感受那種刺激的程度就會低了 要用比較用力才去真是了解到裡面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大家都要體諒 隨著我年紀增長 我真的發覺我做科學生資 去找資料的時候是比以前辛苦 因為你以前最初做的時候 很多話都沒講過 現在你很多話都講過了 你要做一些新的東西 邊際的效益是越來越低的 是 但是都要保持一個能力就是看到 有些東西雖然是我以前講過 但是他們有沒有一些新的發展呢? 這個其實都牽涉到我想起的一件事就是 為什麼好像年輕的時候 總是覺得 我總是覺得小孩子學習快的 大人又學習慢的 這件事就不能解釋了 其實是有人去研究這個問題的 原來還在說 不是純粹是一種很表面的研究 也是去到神經科學層面的研究 其實最近有科學家建立一個實驗 他就在說從那個神經傳導物那裡去理解 如果大家真的學習機制有快有慢的時候 大家的腦部裡面發生了有沒有一些物質上的原因 是有分別的 就從而令到我們可以從物質上的原因 去瞭解到大人為什麼學習沒有小孩這麼快呢? 現在我們有一點點的頭緒 在台長現在你展示出來的這個研究裡面 這班研究小組 他們就找到一種神經傳遞物 他們的神經傳遞物的代號叫做GABA 但是GABA代表一個什麼意思呢? 是一種什麼的結構呢? 老實說我自己都沒有能力去記住 但是這種GABA他在說的就是說 他發覺原來在大人學習和小孩學習的時候 他的神經系統都會學習的時候 會分泌這種物質 但是在小孩子學習的時候 他就能夠這種神經傳遞物 維持著一個高濃度的狀態 可以一直維持著的 不停地學的 是不是代表學呢? 先不要這麼快說了 但是他就不停地會有這些 GABA這種神經傳遞物就浸在腦神經系統上 相反在大人來說 開頭有一下 但是接著就很容易就掉下去了 有人就會說 會不會直接這件事 就是代表著我們學習能力的所在呢? 會不會就是我們多這個神經傳遞物 就代表著我們的學習能力高一些呢? 現在就有這樣的研究方向了 但是這個都是說在腦神經裡面的信號傳遞的問題 簡單來 如果我們講學習的過程其實是的 我們外面接收信號腦裡面去處理 然後我們怎樣去整顧我們的記憶 那就分這幾個的步驟了 但是我們怎樣學習 有沒有一些什麼能夠激起到我們 去繼續去改變我們的腦的結構 去整顧我們的記憶呢? 其實中間一定是有一個機制在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就會想到的答案 就是由神經傳遞物去找這個答案 其實很有趣的 到最後是不是這麼簡單單單 用一個GABA這個神經傳遞物就解釋了呢? 我也不敢說 因為其實老神經科學這些東西 學習機制的這麼複雜的東西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去貢獻這個效果出來一點都不奇怪的 但是那個研究的意義就是說 好了 我們能夠搞清楚這些原因之後 你可以想像是什麼呢? 我們將來可以發明一種聰明弱的 可以令我們頭腦清醒學習這麼有效率的 尤其是對於大人 所以呢 如果搞得成都是挺厲害的 但是我暫時看到這個研究還是一個比較初步的階段 我最希望那些家長不要理解錯誤 因為現在市面上都有些所謂聰明弱的 但是跟這個完全不同 因為那些是純粹是一些法學的東西 但是這個現在是市面上 那些現在市面上通常是一種叫做 影響神經的一些興奮劑 這些這樣的材料來的 它在一個短時間 鼓起你的表現 但是一過了 你是出來走始終要還的 其實就會掉下去的 還有你吃得多於邊際的效果越來越低 但是你越吃越多的 會越吃越順的 那些會是 尤其是對於神經系統的刺激 那甚至乎這張GABA會不會都是這樣呢? 有都不奇怪的 其實一樣會是這樣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不要認為是有一個萬能藥 去做了它 就可以達到那個效果 嗯 但是有某幾個科目 我覺得是體現到小孩那個學習的促學法 比如說數學是不是比 就是到了年紀大 都會學得差的? 我年輕時我會說是 現在你問我 年紀大什麼都學得差的 你問我學一下怎麼用新科技 用新的社交媒體 Sorry 我用阿伯 即是阿叔阿伯那些 那這個是你首舊的 這個是你的價值觀問題 這個不是你學習速度的問題 我賴我的學習速度 是啊 是的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第四節的重點就是講這個史 這個我也不知道 有些觀眾可能會比較奇怪 為什麼講史呢 但是有一個習慣 就是以前我們做這個 政治理論基礎課程我們也提過 就是有一個這個捷克的 不是 斯諾米尼亞的哲學家說 就是不同國家的人對史的態度是不同的 德國人的廁所是要扛著那些史的 是 這個法國人就要衝出去算了 英國人又不知怎麽怎麽 那他就說其實這個體驗到是一個 那個人就會說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其實史呢 就是人不同人的屋出來 當然有稀有傑 有一條 有些不是一條 但是呢 我們之前都講過 這個是和你搶葬的那個消化系統 是啊 這裏我想我要搶先講的就是 我們主要這個題目雖然是和大便有關 但是我不是為大便而講大便 而是在講背後一種 對於人類長度生態研究的一個發現來的 但是他的研究的發現出來的那個結果 就了解一個好像聽起來是很無聊的問題 我簡單的這個題目來講 我覺得它有一定的深度 而且我覺得它值得我搞笑的那部意象的 那他的研究題目是什麽呢 他就說為什麽有人拔出來的屎是會浮的 有些人拔出來的屎是會沉的呢 原來是有統計的 原來在我們以人類來講 有十多百分的人拔出來的屎 是很多時候是浮的 其他大部份人就會是沉的 這個聽起來是低級趣味 但是接著就是說背後的原因 其實可以很嚴肅 有一個嚴肅的研究 有一個很嚴謹的科學方法來去證 我們去猜想就是我們的飲食習慣 有人會說你吃的東西是不是太油 吃的東西太油 在腸裡吐得很厲害 那就容易是浮的 這些油又輕的 浮面的 那就容易浮的 輕輕帶過 但是其實這個答案就原來很不嚴謹的 原來你是很容易建立那些方法去證益的 在這個研究團隊裡面 這班所謂的研究大便的團隊 是美國的在明尼蘇達大學 應該不是大學 是在明尼蘇達州的診所 那些醫生 應該是羅茲特也有份的 我看是應該的 其實不是 他就由明尼蘇達大學的醫院 那裡有醫生去參與 他們就很想問一個了解的問題就是 有人就說 人類的大便會浮會沉 是只不過跟他的腺食有關 但是有人說不是 人類大便的浮沉 應該是跟他基因決定了 去長度生態有關 有人就說都不是的 其實基本上是長度生態決定了 那究竟我們怎麼一一去論證呢 他們做了一個實驗 我覺得聽起來很噁心 但是我覺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什麼呢 他們就去問了 他們當然要找到一些 首先由老鼠做實驗 原來不只是人類 老鼠都會懂得排一些 會浮會沉的大便 那他們梳視在老鼠那裡視 他們就會找一下 一些老鼠 我給它一樣的腺食 都是會看到有浮有殘 於是你會看到腺食 可能不是一個很明顯的因素 然後就特意選擇一些 會排出會浮的大便的那些老鼠 將它們的長度的微生物拿出來 然後將它移植到其他老鼠 你會發覺第二隻老鼠一樣受它的影響 長度生態改之後 又是會浮的 另外就是它甚至乎會培養一堆 從出生到長大一直沒有碰過任何菌的老鼠 即是說它那個長度應該是沒有任何益生菌 和害菌什麼都沒有的 然後他發覺那些老鼠基本上 就是都不會有些浮的事 都是慘的 而且跟它的善食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好了 到了我覺得最瘋狂的那個位置是哪裏呢 由老鼠轉去人 它簡直將在老鼠的長度裡面找到那些微生物 尤其是針對那些 會令到大便是浮的那些老鼠 它的長度微生物提取了出來 放在人的那裏 放在人的長度裡面 它都能夠成功令一個原本不磨浮屎的人磨了一條浮屎 其實從這裏你整個過程搬來搬去你就會看到 那個最根本的物質原因 其實就是那個長度生態 就是那個長度生態可以影響到 整個大便裏面那種生化 裏面就是那種氣體的產生 你的氣體產生的越多就出來越是浮 當然就是說其實長度裡面有氣體 它如果那些氣體不是在大便裏面的 排得出來的氣體就是屁 但是如果它是可以在那個 那個排泄物本身的體積裡面發生的那些氣體 藏在那些氣泡在那裏 最後就成為一個浮泡 令到那個排泄物浮起來了 但是如果譬如在牆外排出來的氣體 是不是多數是甲圓呢? 我這裏不敢說是不是全部都是 因為其實你問我呢 你只是啤酒發酵的過程都出二氧化碳 那它可以是出碳氫化合物 出二氧化碳 那一點都不奇怪了 但是二氧化碳本身就不是一樣會浮的東西來的 如果真的要是浮的東西的話 它就一定會有其他的輕一點的氣體在那裏 那裏面是看到比較高濃度的 比較佔高成份的就是甲圓 那是不是說你如果這些氣體多 就代表你的長度是多菌在那裏呢? 多這一種能夠產生甲圓的菌在那裏 這裏又是 惡特當有趣的就是 你如果能夠集中找到這些 專門將一些一般的日常有機物質 去能夠轉化產生甲圓的這些 產生甲圓的這些 甲圓的甲圓 這些細菌我能夠找出來呢? 其實你想想 將來是可以用來做BioField 生物燃料的 我們想得這麼辛苦 我們怎樣可以利用一些物質去製造一些天然氣 其實你堆填區 它都會出沼氣的 有人就說收集堆填區 沼氣發電 但如果我不是用到這麼大的堆填區 我可不可以用一些比較少份量的一些東西 讓它有效地發酵 產生了一些沼氣出來 我可以用來用呢? 甚至乎那些原本不是那麼容易燒得著的 但我偏偏被菌去吐一吐 就很容易大量生產沼氣的 其實就是一樣 利用了這些細菌幫我們做我們想做的事情 去造福人群 在這裏 這班醫生做這個研究的目的 就不是為了去研究新能源的 但是它就對於研究那個人類腸狀的微生態 我會覺得有多一種的了解 是啊 但是這個很重要的 譬如你吸不吸收 或者你那個消化的情況是怎樣 都很看你那個腸狀的情況是怎樣 而腸狀的情況又很奇怪 就是會影響你的心情 是啊 你這個人腸狀的那種益生菌越多 你這個人是有勇氣一點 大膽一點 沒那麼來向的 關事 就是這樣你想都想不到 就是為什麼你會 個人好像比較有衝勁一點 勇於接受挑戰 原來你把腸狀狀得好一些 益生源 益生菌 你是有多少 就是不可以說決定性 就是有一定的幫助的 而且有得吃的 益生菌 益生菌現在有得賣 有得吃的 是 是 是 日常飲食你都會吃得到 是啊 是的 所以那種長度健康 我又覺得在一個很噁心的問題裏面 了解得更多 往往就是令到我們 對整個長度認識得更加完整的時候 我覺得無論如何都是一個有益的事 是 但是生菌有很多隻的 大家要選對自己這隻才好 去試吧 如果你想試的話 那我們今天完成了這個四節的科學生枝 我們跟著有這個科學回憶錄 大家不要離開了 跟著看這個科學回憶錄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